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此起封了天国诺曼底登陆之作战计划 耶稣如何借着死 拜坏那在邪魔总部凯撒利亚掌死权的黑子 因间他也要在我们所处的末后日子 照样赐下圣灵双倍的恩高恩宇 尤其最后三年半 摩西以利亚将继续完成他们在旧约未完成的任务 黑门山顶末世屠龙计划会议 Paul长老首次使用的这些作战术语 不仅帮助我们回归西布莱根源的圣经原意 而且旨在唤醒大家的末世属灵神经 神的话语永远是我们的作战能力 二五旬节的Shakina Glory同住的荣耀 历史上的第一个五旬节 以色列过了红海来到西南山下 耶和华神在火中降临 耶稣升天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 如同当初耶和华荣耀的云彩停留在西南山顶 耶和华神的火柱代表Shakina Glory神同住的荣耀 停留在门徒的头上 停留是指以此为居所 与在约柜上面的Shakina同住一样 他以那里为居所 那就是他的Shakina 他的居所特别彰显出的荣光 就是同住的荣耀 眼睛可以看到如同西南山上的场景 也好像约柜上两个基督伯天使中间的 有闪电 雷轰 密云和火 耶稣升天十天以后 同样的Shakina Glory同住的荣耀 从天降下 啪分开来住到门徒里面 所以我们里面有内住的圣灵 一样是Shakina 以我们为居所的 我们如何让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将神与神国的奥秘 弥赛亚的奥秘 以及我们与他的亲密关系 不断揭示 不断彰显出来呢 耶稣讲了一个秘诀 当时多玛问耶稣 你要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你 耶稣就说 我不把你撇下为孤儿 我会向你们显现 而不向他们显现 多玛说 你怎么办到 我们和其他人不认识 不相信你的人 都会同样看到 你要怎样办到 只向我们显现 而不向其他人显现呢 耶稣就回答说 凡爱我的 必遵守我的话 傻骂 听我的话 又去行的 我与我的父 就住在他里面 当我们听从 他的话语 并照做 听到一点 就做一点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次遵行 他的话语 去行的时候 他就在里面 进一步彰显 他自己 启示更多 然后我们再遵行 他再进一步启示 这就叫做 凡有的 还要再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 不是有没有的问题 而是 有没有什么 听 并且遵行的问题 听从 并遵行的 就再加给他 更多耶稣的彰显 让我们更加认识他 但是 你听了 又没去做 你所知道的一点点 也要被夺去 谁夺去了 撒旦来就夺去了 好像飞鸟过来 就把种子吃掉了 那么彼得 讲道的镇央在哪里 他的震撼力在哪里 彼得讲道 所预言的圣灵大浇灌 将如何闪亮登场 这涉及到 语尔书第二章的 双恩语 三 宫顶黑门山作战计划 第一 彼得领受 惊天奥秘的启示 先回顾彼得 讲道十个月前 撒玛利亚 所发生的大事情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九个月前 因为提斯利月 七月到五旬节 大概间隔九个月 但因为耶稣上十字架 那一年的 大麦初熟的比较晚 所以照麦克路德的算法 有一个润月 耶稣特别在加利利 又多住了一个月 才上耶路撒冷 因为等大麦初熟了 才能开始雅比越 进入逾越节 所以大概在圣灵 大浇灌的十个月前 就在凯撒利亚 天父启示了彼得 今天的奥秘 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 永生上帝的儿子 人子是弥赛亚 瘦高着 没有什么稀罕 大家都知道 the son of man 人子是弥赛亚 但这个人子到底是谁 这个世纪之问 只有彼得受到天上特别启示 好像接了一通 天父打来的秘密电话 他知道了耶稣是 永生上帝的儿子 人子弥赛亚 是神的儿子 那人子为什么会变成神子 神子又怎么会等于人子呢 人就是人 神就是神呢 耶稣曾用这个问题 考导了法利赛人 这个奥秘开启了以后 耶稣就知道 天父既然已经开启了彼得 他此时就可以 把天国的密令开封了 天国要展开 诺曼底登陆的秘密行动计划 第二 黑门山脚 宣告天国诺曼底作战计划 所以那时 他故意带着彼得他们 到了阴间的门户 The Gate of His 凯撒利亚那里 即邪魔的总部 耶稣就从那里开始 发起神国的攻击 也就是因为这样 那时 耶稣告诉彼得 死亡的权柄和门户 死亡的国度 再也不能控制你们了 因为我会有钥匙 他在讲未来的事情 他说 我会将天国的钥匙给你 这个钥匙开什么门 阴间的门 阴间再也锁不住了 为什么耶稣那时 要对着阴间的门户 讲这句话 回到创世纪二十二章 父神自己向亚伯拉罕 讲的预言 你子孙 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和和本翻译为子孙 英皇清定版 很清楚 The Seed 那个后裔 是单数 你的那一个后裔 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万国 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一样 后裔也是The Seed 所以这两个The Seed 乃是指同一个人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就是指 弥赛亚耶稣 所以在凯撒利亚 The Seed的后裔出现了 就在他仇敌的门户 邪魔的总部面前 他就在那里宣告 天父当场的指示 他本不应该 把他们带到那里去 因为那里是 最淫乱 最邪恶的地方 但是耶稣特别在那里 问彼得 你们说我是谁 这个问题 天父当场开启了以后 耶稣就开始发起他的攻击 而且把天国的 诺曼底登陆计划 当即启封 The Seed就站在 阴间的门户面前宣告 他将另外建立一个 不同于耶路撒冷 法利塞人宗教体系的 我的教会 而这个教会 是建立于 耶稣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这个真理上 因为那些法利塞人 当时的宗教系统里 所有的领导人物 长老 祭司们 没有一个承认 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当他受死复活以后 他才告诉彼得他们 他将天国的钥匙给教会 而且他会对死亡的国度 阴间展开猛烈的攻击 并且得胜 第三 揭开大奥秘 那一个天父启示的 惊天动地的大奥秘 是什么 就是 永生上帝的儿子 也是人的儿子 就是弥赛亚 这是怎么回事 如何实现 到底那个人是谁 答案就是 他就是处女玛利亚 所生女人的后裔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他要压碎蛇的头 阴间的犬柄 他就是女人的后裔 The seed of woman 耶稣啊 这个名字 是天父亲自命名的 意为 耶和华拯救 为什么把它取名为 耶稣啊 因为由希亚 他将拯救 耶稣啊的意思 就是 耶和华拯救 他必须先将 他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 耶稣要特别嘱咐门徒 不要告诉人 我就是弥赛亚 这个事情 要怎么成就 耶稣必须没有地上的父亲 就是 在他的DNA里 一定无法找到地上父亲的染色体 因为他不是地上的男人与女人 金子与卵子结合所生出来的 如果 从他的染色体可以看到他父亲的染色体 他就不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了 这也是为什么 维罗恩 John White 关于耶稣血液的鉴定报告 如此震撼的原因 墨世先锋 往期节目提到过 Paul长老曾亲自采访了 亨利·格罗法牧师 提到他和全服会的创办人戴摩士 他们看过耶稣染色体的报告 当时戴摩士 自己找了律师和文件鉴定专家 对三个不同实验室出具的 最原始的耶稣血液检测的报告 原本进行鉴定 亨利·格罗法牧师就在场 报告显示 只有24个染色体 其中23个是从妈妈玛利亚来的 所以耶稣的头发 皮肤 颜色等身体特征 都是从玛利亚遗传而来的 问题来了 玛利亚是女的 不能提供Y染色体 决定胎儿成为男性的性别染色 耶稣既然要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子 儿子是男性 那第24个染色体 Y染色体从哪里来呢 当然只有上帝可以提供 光是耶稣的血液 就可以直接证明 他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保血 具有永恒救赎的果效 一次献上永远成就 马太福音16章20节 当下耶稣嘱咐门徒 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He was Yeshua The Messiah 完整的语意是 这个He 他永生神的儿子 就是耶稣 是弥赛亚 英皇清定版讲得很清楚 他嘱咐门徒 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他是耶稣 是弥赛亚 他为什么特别讲耶稣 这就是玛利亚受圣灵感应时 天使长加百列特别说 你所要生的 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耶稣 耶和华 拯救 因为由谢 他将拯救 把他的百姓 从罪恶中 拯救出来 天父向彼得 揭露了耶稣真正的身份以后 绝密的天国诺曼底 登陆作战计划就开封了 那时耶稣才告诉门徒 绝密的作战计划 就是要上耶鲁撒冷受死 任务完成以前不可泄密 为什么是去受死 这样的作战计划 希伯来书讲清楚了 因为特要借着死 败坏 那长死拳的就是魔鬼 在凯撒利亚邪魔总部面前 长死拳的就是 害子 阴间 预表撒旦 耶稣借着受死复活 就把阴间的拳柄夺过来 有了掌管阴间和死亡的钥匙 第四 宫顶黑门山 登山变象 耶稣的作战计划 最先在哪里发起 黑门山的脚下 邪恶总部 之后于提斯利月十日 赎罪日 宫顶黑门山 他告诉门徒 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 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耶稣要向门徒彰显他赴国度的荣耀 这不是开玩笑 为什么 因为既然奥秘都开启了 神国的诺曼底登陆计划也启动了 所以他要把未来的神国计划 寄他再来时神国的荣耀 向门徒有形有体的彰显出来 所以他选择了赎罪日宫顶黑门山 在那里登山变象 将神的国有形有体的显现出来 为什么是以利亚与摩西一同显现 因为耶稣再来 神的国降临时 就是启示录里所宣告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号筒莫次吹响的时候 那时神的国里面有两种圣徒 一种是像以利亚活着被提 另一种是像摩西复活以后被提 第七号莫次号筒吹响 耶稣来把我们提走时 还活着的人必死的 要变为不死的 身体瞬间改变被提 已经躺在坟墓里的 朽烂的要变成不朽烂的 复活被提 保罗讲复活的奥秘 就包括这两种情形 在黑门山顶神的国降临时 为什么以利亚和摩西的荣光历史显现 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43节说 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就是耶稣攻顶黑门山 彰显神国荣耀的意义所在 让彼得他们看到神的国 不止于此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听什么 那时有云彩过来遮盖黑门山的山顶 有声音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什么要听从他 父神亲自背书 耶稣的确就是处女 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啊 而且他就是我的儿子 因为找不到任何地上的父亲的染色体 唯一的性染色体外 就是神给的 当彼得在耶稣问他时 宣告出来 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此时天父自己又印证一次 但特别提到 你们要听他 为什么要提这句话 因为当彼得一宣告 你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时 耶稣开始把天国的绝密行动 受死与复活告诉他们 彼得吓了一跳 赶快把耶稣拉到一旁 斥责他 万万不可 言下之意 你现在这么有名望 能力这么大 跟着你的人这么多 马上就可以推翻 罗马帝国的统治 神的国马上降临 然后我们坐在你宝座左右 多爽啊 因此天父这时 就是在告诉彼得 不要乱出馊主意 你要听我的儿子 如图就是黑门山脚下 凯撒利亚邪魔的总部 就在这里 六天后 攻上黑门山的山林 东京33.3度 北纬33.3度的交汇点 加起来刚好666 这绝对不是偶然 所以就在这33.3度 交汇的黑门山的山顶 他们进行了 末世屠龙计划会议 为什么叫末世屠龙计划会议 摩西伊利亚谈论什么事情 耶稣去世的事情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和他降临的事 第五 末日作战计划 耶稣降临的是指未来的事情 这与摩西伊利亚大有关系 因为骑士录里两个见证人 就是摩西和伊利亚 他们在旧约时代 所没有完成的任务 将要在敌基督出现的 最后三年半完成 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说 当那行毁坏可憎的 站在圣地的时候 就是末期的开始 大灾难的开始 他还说 当大灾难一开始 你们这些选民要赶快逃出去 不要待在耶路撒冷 我问你 选民全部都逃出去了 谁来做见证 上帝派他训练很多年的 伊利亚和摩西 就是上帝的特种部队 进去耶路撒冷 与敌基督 并那假先知 刚好二对二 对战三年半 敌基督无法消灭他们两位 他们要在耶路撒冷 传到三年半 传什么道 但伊利讲道 敌基督出现时 他一定会违背圣约 什么叫圣约 就是妥拉 敌基督必定要引诱 以色列人违背妥拉 好像过去以色列人 因为背离妥拉而被灭国 耶稣降生前150余年的 马加比之战的背景就是如此 安提阿古四世 严令禁止以色列人受割礼 读妥拉 守安息日等等 耶稣再来之前的最后三年半 这是两个见证人最后的传导机会 他们在耶路撒冷猛烈地做见证 呼求以色列人回归妥拉 因为人若丢弃妥拉的规定 就是背弃了神的约 就与救赎无分了 而且会陷入迷惑 所以在末世时 我们将会看到 那时所有的左派媒体都会说 那不是摩西伊利亚 反而说那一个假先知才是伊利亚 因为他能叫火从天上降下来 跟旧约的伊利亚一样 凡不想守圣约 图拉的人 会相信这个假先知 所指的敌基督 就是弥赛亚 这个最后三年半的时间 我相信上帝派摩西 与伊利亚在耶路撒冷 进行末日决战 他们的见证 依然是大有能力的 那时虽然有许多不幸的人 但在最后关键的三年半 会有许多以色列人相信他们 并进入救恩的门户 在三年半结束时 他们将被杀 尸体躺在地上三天半 光看这一节经文 就知道这就是外邦人掌权的日子 图拉被践踏了 因为按照图拉的规定 人死之后日落前要把他埋葬 绝不能让他抱尸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 三天半之久 那是亵渎圣地 完全违反耶和华神的诫命 三天半以后 有气息进入他们里面 他们就起来了 天上有声音说上来吧 在那时 按照麦克汝德的讲法 当他们的眼睛一打开时 刚好看到一抹弯弯的新月 偏然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夜空 按照图拉的规定 新月的出现 要有两个见证人 他们被复活的那一刻 一看新月出现 那是什么日子 提斯利月一号 就是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的日子 就是吹角节 叫死人复活的日子 两个见证人到天上 去向大祭司耶稣报告 我在耶路撒冷看到新月 麦基喜德等次的大祭司耶稣说 好马上吹角 吹角节开始 然后天父马上会跟爱子耶稣说 快 不要迟疑 马上下去 把你的新父们带上来 因为第七号 末次号筒要吹了 死人复活的时候到了 那时也是基督要迎娶新父的时候到了 新父经过大逼迫 已经长大成熟了 不可迟疑是因为就在第七号一吹响 神愤怒的七碗就要开始倾倒在全地 一碗接一碗 那是神的震怒 但我们是神的儿女 不在神的震怒之下 所以就在煞时间 死人复活 活人的身体瞬间改变 极大的神的奥秘 就是耶稣在初书节向 尼哥迪摩讲到的 重生的奥秘 在眨眼之间 在全世界大规模的成就了 关于33的巧合 为什么要讲33的巧合呢 我不是要讲那些奥秘的玄学 或是天干地支等等 我是要告诉你 属灵战争的真实性 圣经对于这种属灵战争 是如何严肃看待 从属灵战争的角度 切入解读圣经时 你就可以看到 神国的战争地图 与征战的策略方式 里面的关键性在哪里 为什么耶稣 在黑门山山脚下宣告了之后 六天以后 又直攻黑门山的山顶 因为那是兵家必争之地 黑门山山顶 33.3加33.3 是666 撒旦曾派200个堕落天使 在那里降落 这也是创世纪第五章 巨人们的由来 以色列最早拜偶像的支派 但支派 也居住在黑门山一带 而且 耶罗伯安在北国以色列 设立了两个金牛犊 一只在撒玛利亚 另一只就在黑门山附近 以色列人舍尽求援 宁愿跋涉几十英里 到黑门山献祭 因为相信那一只比较灵 在属灵战争的地图上 黑门山是千古不变的兵家必争之地 它的山脚就是阴间的门户 所以耶稣要在黑门山顶登山变像 把神国降临在那里 向仇敌示威 里面就有巨人的后裔 有撒旦设立的33个王 这33个邪魔的王 极力阻止神的军队进入迦南地 他们里面有巴山王厄 亚摩利人 加特的伟人 还有与大卫对战的巨人哥利亚 全部都是巨人后裔 但这33个邪魔的王 被摩西和约书亚歼灭了 大卫在耶路撒冷坐亡几年 33年 弥赛亚70个州 70个妻的服侍 他登顶黑门山之日 正是他服侍的第三十三州 属灵的战争刀光剑影 比地上的战争还要激烈 刀刀渐渐封侯 所以他把黑门山顶攻下来 让天国显现的意义多么重大 不止于此 撒旦所引以为傲的33.3的数字 是他最高掌权者的数字 神却偏偏击打他 启示录告诉我们 堕落的天使有三分之一 就是33.3 所以在启示录里 高阳揭开七印 七号七晚时 他击打日的三分之一 月的三分之一 地的三分之一 都是333 就是这样针对撒旦 破坏撒旦一切的权柄 哈利路亚 4.圣灵大浇灌的预言 然后耶稣登黑门山 攻顶后12天 就是祝彭节期间的最大之日 提斯利月22号 耶稣亲自示范 亲自预言 圣灵要教官 耶稣就在那一天 跳出来说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翰直接解释了 耶稣是指他要把圣灵降下来 信的人将要受圣灵 那时候还没有降下圣灵来 为什么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耶稣那时还没有复活升天 因此尚未被天父升为至高 这就应验了耶稣 在约翰福音17章对天父的祷告 父啊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父啊 现在求你使我同你想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已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天父也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父神怎样荣耀耶稣 就是把耶稣从最卑的升到最高 与至高神同等 与耶和华神同等高 所以他要被升到至高以后 才能够领受圣灵 把圣灵浇灌下来 因此耶稣在最大之日的预言性动作 隐含非常重要的含义 照时间顺序 他应该在五旬节做这个事情 但为什么会选择在祝鹏节的最大之日才做呢 明明不是应该在春季节期五旬节时做的事情吗 为什么要选择在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期 来做这个预言性的宣告呢 耶稣是不会搞错的 耶稣说 陀拉的一点一话都要成就 陀拉里面所隐含的一切 弥赛亚的预言都必须应验 陀拉规定的所有春季节期的预言 全部都在耶稣第一次来时应验了 所有秋季节期的预言 一定会在耶稣第二次来时应验 后者与约尔书第二章大有关系 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 为你们降下甘霖 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翻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一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秋雨西部来原文指的是 前面的雨 春雨则是后面的雨 因为按照以色列农作物生长的季节 在秋季祝鹏节之后 要开始播种大麦小麦 所以此时会降下的秋雨是先发生的 虽然按照时间顺序 秋雨是在春季之后 这仿佛是在告诉你 属灵的季节是颠倒过来的 在约尔书里面的圣灵大浇灌 很有可能会在提斯利月22号发生 彼得讲到也引用约尔书的预言 预言未来的春雨秋雨 双倍恩雨的浇灌 很可能就在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对于春季节期 和秋季节期的解读没有错误的话 这个预言将应验在耶稣再来之时 就好像为要应验逾越节的预言 耶稣必须在逾越节上十字架 而且一定要在下午三点 当以色列大祭司屠宰 为全以色列选取的那一头羔羊时 耶稣知道他的时候到了 就把灵魂交给天父 自己就断气了 时间点都严丝合缝对系 所以很有可能 约尔书的圣灵大浇灌 会在提斯利月22号发生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恢复西伯来的根源 要守耶和华的节期 这是如此的重要 如果我们错过这个的话 岂不是太可惜了 我们若心里面没有领会 糊里糊涂 也不关心 想象一下 如果你我在场 听到耶稣的吩咐 但错过在耶路撒冷的圣灵大浇灌 岂不是太可惜了 五 领受圣灵的喜 我们现在进入使徒行传 提阿非罗啊 我已经做了前书 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先 所教训的 直到他借着圣灵 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以后 用许多的凭据 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付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路加一开始就说 提阿非罗啊 提阿非罗的意思是 蒙神所爱的 路加先写了路加福音 把一开始耶稣所做的 所教训的都记录下来 第二节 直到他借着圣灵 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可以更好的理解为 直到他被接升天以后 将圣灵浇灌给他所拣选的使徒 就是指五旬节圣灵大浇灌 自此就开始了使徒行传 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 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们看 四十天之久 向他们讲什么 神国的事 这就是神国的福音 这与彼得在第二章所讲的福音 大有关系 他讲的不是天堂的福音啊 耶稣对彼得说 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如果你继续讲天堂的福音 你会有天国的钥匙吗 你一定要讲天国的福音 才会有天国的钥匙 圣灵才能用神机奇事来印证 来做见证 证实你所传的道 就是耶稣教的那个天国的福音 你们不要自己想另外一套心理学 或成功神学来传福音 你们只要成成实实 照耶稣四十天之久 所教导使徒们的天国的福音 去传讲 得着天国福音的DNA 知道怎么讲 拿着天国的钥匙 阴间与死亡的权柄 就胜不过你们 而且你们还要发起攻击 因为这样 圣灵就一定要彰显他的神机奇事 来印证这个神国的福音是真的 因为当讲到神的国时 一定关乎domain领统治权 现在我们就来宣告 我们已经开始了 这个恩高已经开始了 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更多神机奇事的彰显 此时我们要呼唤 福音派要悔改 不要再说没有神机奇事了 神机奇事只存在于 使徒行传的初代教会 灵恩派也要悔改 不要天灵灵地灵灵 早上起来感觉这样 明天又是那样 全凭感觉 我们要把天国的福音搞清楚 要有圣灵的权柄和能力 两者都要有 这就是我们在末世的使徒行传 我们这些教会所当行的道路 所以 耶稣与门徒聚集的时候 就告诉他们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即便彼得有一长串的经历和启示 可是又怎么样 你懂这么多又怎么样 圣灵若没有浇灌 你哪有能力 哪有那个穿透力和恩高 能够一天三千人受洗 所以神国的福音 与圣灵的权柄和权能 两者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所以耶稣叫他们要等候 一定要等到圣灵降下 约翰当初指着耶稣说 他以后要用圣灵与火 为你们施洗 门徒要等候这个 一年多前 门徒就听施洗约翰讲了 为什么要在耶路撒冷等 因为这就是五旬节的重要含义 耶和华的七个节期 全都规定了时间和地点 这就是叫Moid 指定的时间 神跟你约会见面的日子 他要行大事 关乎神国救恩的事情 不是人自己决定在哪里 而是时间地点都约好 就在那里 耶和华的七个节期 定规三个节期 必须在耶路撒冷庆祝 以色列的南丁一定要上耶路撒冷 五旬节就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一定要在耶路撒冷 有大事即将发生 门徒知道主要做什么 而且之前也明白了 一连串预言性的动作 所以他们不是糊里糊涂的 在那里等 而是有基础认知的 带着预期性的信心 在那里期待所要发生的大事 这里的梗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